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苗妙 今天我们来聊聊我们工作中所需要的人脉关系 有人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也有人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人生到底是靠命,还是靠自己努力,都是自己的选择 有很多人觉得命是固定的,努力不努力都无所谓 也有很多的人觉得命运挡不住自己的脚步 要想成功,就要靠自己去争,去奋斗,就要挣脱所谓的宿命 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人 就会吸引来更多的好运,贵人和机遇 如果你是一个消极,悲观,颓废的人 就会给自己招来失败,不幸,甚至是厄运 相同磁场的人,才会相互吸引 相反频率的人,无论如何,也走不到一起 所以,你是谁和遇见谁,都同等重要 这里有人就要问了,人脉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我只要有能力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的 去经营那些,繁杂又不一定有用的人脉关系网呢? 这样想的人,我相信会有很多 但是这些人都职场生活,也一定不太好过 在职场中,有这么一句话 人脉就是第一生产力 人脉,可以为你编制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 让你在暗潮涌动的工作中游刃有余 人脉,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助你能弊之力 让你避免在竞争激烈的社会战中一败涂地 人脉,它更可以打破职场晋升的常规 让你一军突起,胡摇纸绍 不是所有的能力都会有施展的地方 也不是资质平庭,就完全没有晋升的机会 人脉不是你认识的人有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认识你的 更关键在于认识你的人之中有多少人认可你 你的存在对于他人有意义 他人的存在对你有意义 你们彼此有等价交换的利用价值 有合作共赢的机会,这才是人脉 人脉不是你和多少人打过交道 和多少人参加过饭局 和多少人进出过高档场合 和多少人合过友 而是有多少人愿意和你打交道 主动和你打交道 长期和你打交道 千万要切记 人脉并不是说你利用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被你呼来唤去 有多少人为你鞠躬尽瘁 而是你帮了多少人 人脉不是有多少人在你面前吹捧你 奉承你 而是有多少人在你背后称颂和点赞 人脉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 有多少人簇拥着你 捧着你 而是在你困境时 在你落魄时 有多少人愿意站出来慷慨援手 帮助你 无语有云 尽诛者斥 尽默者非 有时 一个人是谁 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他和谁在一起 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即便在平庸 也会有所避意和感化 和庸碌的人在一起 即便在卓越 也会消磨你的意志 动摇你的决心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 都像一株植物 同品种的 才会在一起生长 而人都具有环境性 会在耳濡目染中 受到过好过坏的影响 和谁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但有时候 我们没能遇见优秀的人 只是因为还没成为 那个更好的自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个关注 爱你们哟 萌萌达